阿平电影院的YouTube频道订阅数突破5万了 B站也有3万订阅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频道成立将满3年 虽然只出了60多支影片 数量很少 但看见很多支持阿平的网友和粉丝 都会在影片的下面留言与鼓励 都是让阿平我会想持续拍影片下去的动力来源 这集影片会来聊聊 8月初阿平看了三遍的国产动画神作 挪扎之魔童降世的心得 每年暑期档阿平都会飞到大陆来看 台湾不会上映的许多国产电影 今年暑期档原本最期待的是 管虎导演的《八百》 可惜临时撤档了 一直到7月中旬 国产动画片《挪扎》的点印口碑 引爆了票房热潮后 这部动画片就成了今年主期档 最让我期待的电影 除了挪扎外 这趟阿平我总共看了五部电影 银河补习班 猎火英雄 魔乍之魔童降世 使徒行者2 电影行动 上海堡垒 8月1日下午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后 就直接去搭地铁到万象城的百利公影城 还看邓超自导自演的银河补习班 这部片我个人蛮喜欢的 电影是在讲父子情 和一些教育的议题 时间横跨30年 随着剧情的发展 穿插结合了一些当年的重大事件 让电影更有带入感 整体来说 是一部拍得很有温度 情节也很感人的电影 看完电影搭地铁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 曼星酒店 这是我第二次来住这家酒店 8月2日早上出发去环境影城 看两场激光MS版的电影 挪炸魔童将士 还有烈火英雄 地铁13号线汉中路站的设计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停下脚步来拍一下 正面墙的蝴蝶图案 会有光影流动的效果 只在有入选中国大陆最美十大地铁站的其中三个上海地铁站之一 上海大龙城的环境影城 应该是我在大陆最常来的电影院了 今天要连看两场电影 先看的是烈火英雄激光MS版 这部讲述消防员故事的大型災难片 改编至真实事件 电影的拍摄规模和灾难场面都空前巨大 在激光MMS剧目大画面呈现的视觉震撼和冲击感是非常强烈的 视觉特效和音效都制作得非常棒 值得在电影院观赏本片 已经完全不输给同类型的好莱坞灾难大片 剧情上主要展现消防官兵弟兄 不畏牺牲的打火精神 虽然许多情节拍得很煽情 但观影过程中我还是看得很投入 有被感动到就是 整体来说比较可惜的是 导演本身的功力火候还是稍微欠缺的 这片也是黄晓明主演的电影票房成绩最高的一部 目前卖到16.8亿 是今年暑假党票房第二高的电影 看完《猎我英雄》 马上要接着看《魔杂》的第一刷 也是激光MMS3D版 看完第一刷 先说结论 《魔杂之魔童降世》 真的出乎意料的精彩好看 开创了我心目中国产动画的全新高度 直接列入了我今年度最佳电影之一 《魔杂之魔童降世》是导演饺子的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作品 这部片据说花费五年时间制作 之前2008年时饺子称一部动画短片 打个大西瓜在动画界深获好评 原本学医的他因为喜欢动画而放弃重医 从此一头栽进动画制作这条路十几年 直到今年挪扎的大获成功 光是这样的人生经历 我就觉得非比常人了 真的是要有极高的热忱和兴趣 才会这样义无反顾的投入自己热爱的动画事业中 而以结果看 脚子成功了 并且一下子把国产动画的票房记录 从四年前的大声归来9.5亿人民币 拉升到超越49亿 这样惊人的成绩 真的非常夸张 而且之前好莱坞迪士尼动画电影的票房记录 在大陆最高只有到15.27亿而已 而49亿多的票房也超越了中国影史 原本第二名的《流浪地球》 46.5亿人民币 今年上半年 国产电影的一大惊喜是《流浪地球》 创造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口碑夹击与票房奇迹 只是才隔了半年 又冒出了一批超级大黑马 挪扎 带来更意外的惊喜 今年对于中国大陆的国产电影来说 可谓是双喜临门 不只开创了国产科幻电影里程碑式的大突破 与产业技术的提升 在国产动画的水准与市场扩展上 也是大幅度的进步 对于喜爱中国华语国产电影的影迷来说 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成果 顺便来对照一下 在大陆影史动画片票房前20名中 票房最高的日本动画是 新海城的你的名字5.75亿 国产2D动画最高的是大鱼海棠的5.64亿 今年另一部口碑很好的国产3D动画白蛇元旗 票房很可惜只有4.51亿 其实几个月前看了挪扎的预告片 我的期待度并没有特别高 只有觉得这次的挪扎给人一种颠覆传统的感觉 在造型上和过往的形象完全不同 到了7月中旬 点印好评爆发出来后 才让我的期待值大幅提高 然后在7月30日看到流浪地球导演郭凡 发了微博说 挪扎好看到炸裂 第一次看动画片哭成狗 就让我更好奇 到底这部动画片真的有这么好看吗 还能让人哭成狗 结果我在看这部片的过程中 还真的好几次 无法控制出我的眼泪 就这样自然的涌出来 真如郭凡导演说的一样 确实好看又好哭 而且很好笑 太厉害的一部动画片了 本片最大的特色是 角质导演创造的一个 在造型上和个性上 都完全垫覆过往 大家熟悉的传统挪扎形象 号称史上最丑最坏的死屁孩挪扎 但就是这样有别以往的另类设计 并在剧情编写上 注入非常多创新的元素 运用人和时下年轻观众 沟通的电影语言和台词 让这个全新的挪扎 可以得到全年龄层观众的喜爱 最难得的是 动画片要做到老少嫌疑 剧情又不能编得太复杂的情况下 电影把故事说得有趣好玩又好笑 情节推进紧凑 毫无人场 高潮迭起 惊喜不断 视觉特效制作精良 角色造型设计生动有新意 片中的场景设计也充满浓浓的中国风 像是三合设计图的仙素穿越设计 结合大型游乐园与 VR AR虚拟实境的天马行空元素 让人叹为观止 很多创意在观影过程中 都让我内心 暗自鼓掌叫好 看完电影后才发现 原来之前预告片 根本把最精彩的部分 全都隐藏了起来 几乎没有放到预告片里面 这样到了电影院看了正片 才会让观众收获不断的惊喜 片中角色间的情感描写 也是本片大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像是李靖夫妇对扎儿的爱 他以真人和罗扎的司徒情 罗扎和敖饼的友情描写等 都让我非常感动甚至落泪 片中几个重要的场景桥段 画面的意境描绘之好 真的会深深触动人心 这在我看过中外非常多优秀动画片中 也很少见到能达到此意境 和功力水准的作品 不得不说 角子真的是一个天才型的鬼才动画导演 非常佩服 阿平我从小就是看日本美国动漫长大的 学生时代想当漫画家 而去念了美术 退伍后也当过漫画家的助手 也曾在台湾早年2D动画代工大厂 宏广动画公司待过一阵子 之后在游戏公司 从事角色场景美术设计 和动画编导十多年 所以我和动漫相关领域也算是有一些关联的 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在动漫产业上 始终很难发展起来 就算到现在也是一样 而中国大陆在这十多年来 开始大力发展国产动画产业 近年来已经可以看见有很明显的进步 陆续问世了多部优秀的国产动画电影 其中最有名的像2015年的大晟归来 创造9.5亿人民币票房 之后2D动画的像大鱼海棠 大护法等 儿童类的大IP也有熊出没系列 今年的白蛇元旗等佳作 在2015年光纤影业成立了彩条屋影业 后续彩条屋将推出的其他动画新作 或许累积个10年15年后 彩条屋将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 吉普利或皮克斯 这种招牌响当当的世界级动画大厂 而且最令我期待的是 之后的作品都是取自于我们的中国文化题材来创作 像是神话宇宙系列 风神系列等等 这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宝库 结合许多新生代年轻有才华的电影动画创作者 以最新技术和创意来展现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题材与故事 未来将可以用动漫这类大众通俗文化媒介 推广输出到亚洲乃至全世界 带动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也许不远的未来 成为另一个动漫大国 指日可待 日前台湾著名老牌漫画大师 乌龙院作者郝佑祥 就在网上发文感慨 台湾动漫产业长年发展不起来的窘境 而他看到近年大陆动漫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尤其是挪扎创下票房夹击后 更是羡慕不已 魔杂魔童将士上映第37天 票房超越流浪地球的46.54亿人民币 约台币210亿 登上今年中国大陆票房冠军位置 也是中国引使票房第二名 仅次于战狼2 创造了新的票房神话 而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凡也画了祝贺图恭喜挪扎 阿平我总共看了三遍的挪扎魔童僵士 挪扎上映第53天 票房超越49亿人民币 一部电影可以抵 全台湾两年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加起来还要多 连续看了两场电影后 来吃个九州炒饭补充体力 分量超大 是一般炒饭的两倍 曼星酒店每天晚上九点过后都会送来宵夜 8月3日这天 阿平第一次来参观全球展出场馆面积战地最大的 上海CJ大展 角域真人版罗扎和敖饼非常可爱 上海CJ大展的主要内容 之后会单独出影片哦 对与沙摄楼上海CJ大展的主要内容 袁末鞋 8月10日又来看第二刷激光MS3D版的《挪杂》 在设备最高端的激光剧目影厅观赏 影音效果表现最佳的情况下 才能完全融入到电影的世界中 并体会吸收到电影所要展现的情节细节和感动 8月5日早餐时间 中午退房后搭地铁12号线 到国际客运中心站 这个车站的天花板有星光装饰 此站连接的就是白玉兰广场购物中心 和320米的浦西滴高楼 与上海外滩W酒店 你他妈的 你可以姐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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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来这里逛 两年前住过一次上海外滩W酒店 那时白玉兰广场还在装修 没开幕 白玉兰广场有11万平米 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这里有间CGV影城 和许多重量级餐饮 网红名店进驻 在之前遇到力气马台风那集影片 阿平有聊到说 之后的影片可能要简化剪辑程序 不加太多效果 自然呈现 也省去调色的部分不上字幕 单纯呈现原始拍摄的画面给大家看 加上一些好听的配乐 还有我的一些旁白串差 这样的做法主要是想 简化与缩短影片后置的时间 以加快之后发片的速度 不然这两年来 我拍了好多的影片素材 都还躺在硬碟里面 还没有剪 越计越多也不是办法 希望接下来能提升发片的速度 赶快把这两年拍的影片都发表出来 从2016年10月到现在 阿平创立频道也快满三年了 频道刚开始的前半年 出了一些非大陆题材的影片 基本都没人看 直到出了一支 参加北京长城电影首映会的影片后 才开始有人看 之后就陆续推出 阿平大陆游的影片 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与喜爱 于是阿平电影院这个频道 后来就以大陆游为主要的方向 来拍摄影片致敬 虽然产量不多 但也慢慢累积订阅数超过了5万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和支持 当初会想拍 大陆游的影片 是因为阿平我往来大陆十几年了 一路见证中国大陆这十几年的发展与进步 加上我常打飞滴非大陆看台湾不会演的大陆国产电影 我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 和台湾很多媒体所报道的大陆 基本可以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吧 换句话说 就是台湾绝大部分的媒体 对大陆的报道都是扭曲式的 或者是极负面的不实报道 甚至是抹黑 于是我就想 很单纯的把我在大陆的所见所闻 透过影片记录下来放到网上分享给大家看 我的初衷其实就是这么单纯 只是频道发表影片一路下来发现 台湾人会看我影片的其实并不多 我猜可能他们已经长年看习惯那种 抹黑大陆的假新闻报道吧 是无法接受像我影片里面呈现的这种 真实且进步的中国大陆 所以后来我就不care最初拍片的用意了 而真正喜欢我的影片的 绝大多数都是大陆朋友 与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网友 因此我的心情就更加开过了 原来我的影片也可以让全世界14亿中国人 透过网路看到并且喜欢 也能和我交流沟通甚至成为朋友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我一直相信信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而中国这么大 虽然我已经去过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 未来有机会还是想去更多的城市走走逛逛看看 比赛还要大小的城市外 这就是一个城市走逛逛逛学码 尺寸棠理论 记者豆游棠 今天要去住一碗上海外灘W酒店的夢幻套房 W酒店這部分之後也會單獨做一期影片 中文字邊跑 今夕海外灘 今夕海外灘 夢幻套房的視野很棒 會想來住夢幻套房 主要就是為了這個 無敵的普通摩天視野 天際線景觀 監視野 这个视角非常科幻 好像来到未来世界 到对面的冰江步道来走走 这边有个罗都矩阵 黄昏时刻白玉兰大楼外观LED亮灯 晚上七点多来到W酒店的酒吧坐坐 因为入住梦幻套房 可以免费在这享用一杯调酒 用美团外卖点了楼下 雪耐之茶的霸气冰淇淋草莓 保温包也很讲究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喝茶看夜景 晚上从房间看出去的景观 超科幻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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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不吝点赞订阅 欢迎不� baptism 欢迎不吝点赞订阅 中午退房 要換去住藍芯大劇院附近的漢廷優家酒店 受訪人的經濟